歡迎各位有全面進場 如果你是喜歡我的節目 希望你可以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多謝大家的支持 話說今天立法會召開了財委會的特別會議 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邱騰華 和廣播處長梁家榮都有出席 而香港電台成為建制派聯手打壓的對象 在會議上建制派對於香港電台都問了很多沒有水準的問題 其中一條是來自民建聯的梁芝祥 他說何君堯收視率很高 隨時二十多萬 你們港台是什麼收視率 其實他的原意就是說 何君堯在網上的直播片段收視比香港電台還高 就叫人家回答 廣播處長梁家榮馬上作出駁斥 他說梁芝祥在說的是點擊率 頭條新聞從2019年1月至今年2月 點擊率是2000萬 而鏗槍集是3600萬 而且這個數字還不是很全面 只包括了港台的YouTube、Facebook、手機APP 至於其他的分享 就拿不到資料 因為有些人會把片段折錄下來 再去repost一次 老實說 身為一個立法會議員到今時今日 仍然是不懂得分收視率和點擊率的話 下午真是匪而所思 收視是怎麼算的 就是當一個直播的節目 哪怕他放在電視平台播放也好 放在網絡平台播放也好 當他在播放的時候 同一時間有多少人看 這個就構成了收視 你說的何君曉那些 收視有二十多萬肯定就留了 是不是 他平時在Facebook做的 所謂軍事行動節目的直播 同一時間只有千多兩千多人看 是不是 全香港網台節目的收視冠軍 就是劉細良的城寨 最高峰的時候可以去到兩三萬人 就算現在都可以站得穩 在萬八萬九人 有時候也會有兩萬人 這才是收視 你不懂得分 點擊就怎麼算 點擊就累計 累積的 當你的節目放了上網以後 當有人按進去看 哪怕他是看完整段節目 看一半 或者是不小心嗨錯也好 都會計算是一次的點擊 你說何君曉那些有二十多萬點擊 我當你是真 那你也不夠鏗槍集和頭條新聞鬥 真是愚蠢 這些人好心就進修這方面的知識 才好出來串人 現在弄口反絕 想串港台收視低 反而自己瘀爆 而且港台的點擊肯定被低估了 為什麼 因為有些朋友喜歡去港台的網站 直接下載了別人的節目回來 然後再在自己的Facebook 是張貼一次的 那這些港台就不會有數據 他誰知你哪一個 是下載的 所以橫計 也好 港台節目的點擊肯定 就是高於何君曉的直播 說來真是浪費 至於林鄭 今天在出席行會之前 見了記者 那他呢 就endorse邱騰華這個 批判港台的決定 到底他怎麼說呢 林鄭就說 必須清楚地指出 港台 不論他是作為一個公共的廣播機構 或政府部門都好 都要履行一個很重要和基本的原則 就是要支持一國兩制 大家留意他在說的是一國兩制 林鄭就強調 港台在這個問題上是不能夠免疫的 不能夠作為公共廣播的同時 又不支持一國兩制的原則 他再提是一國兩制的原則 我們先記下他 好了 我們又翻查一下 到底邱騰華局長在五日之前那篇聲明是怎麼寫的呢 他就這樣寫的 說局長認為 該集港台節目當中的表達 有為一個中國的原則 眾所周知 世界衛生組織成員國均以主權國家作為單位 作為政府部門和公共廣播機構 香港電台必須對此有正確的認識 不能偏差 廣播處長作為香港電台的總編輯 必須對此負責 好了 他這裡說的是一個中國原則 大家看到他們在偷換概念嗎 邱騰華局長開頭就說港台違反一個中國原則 因為邱騰華犯了一個很嚴重的錯誤 就是他以為世衛組織所有成員都是以主權國家作為單位 只要推翻了這個下說法的話 根本上港台就沒有違反一個中國原則了 其實我們都已經說過了 世衛組織194個成員當中 有兩個不是主權國家來的 他們是屬於紐西蘭的紐埃和庫克群島 只是這個例子就已經證明到邱騰華局長當日這個說法是錯誤 而林鄭今天為了繼續支持邱騰華 竟然將一個中國原則 故意混淆成為一國兩制的原則 越說越過分 這個問題怎會違反一國兩制原則 一個中國的原則就是在說世界上只有一個中國 而這個中國就是在說中華人民共和國 一國兩制就在說另一件事 林鄭到底搞不搞得清楚 到底邱騰華局長當日那篇聲明是說什麼 為兜而兜繼續來重複犯錯 根本上這個特區政府的高級官員 廢官容官就是死不認錯 這個是事實的錯誤 不是政見的詮釋或者解讀 是事實的錯誤 柳騰和庫克群島是正式成員 我看到網上有些人說香港也是世衛成員 香港不是世衛的正式成員 他只不過是參加西太平洋分會 但是庫克和柳騰就是正式成員 和紐西蘭和中華人民共和國 是平起平坐的 是正式成員 就已經推翻了邱騰華的說法 為何不向香港電台道歉呢? 根本上就是為兜而兜死不認錯 是你們自己作出一些不當的預設 首先就以為只有主權國家才可以加入世衛組織 成為正式成員 繼而的就是 你們假設這名港台記者 將台灣視為一個獨立的主權國家 才搞成今天這場風波 根本上就是天下本無是容人自擾之 就是這些傭官 這麼空間就去搞好防控工作 就去糾纏在這些無聊問題上浪費 然後我們又說說另一件事 這是外交部發言人趙立堅 他在早前潛水了一段時間 今天又在外交部的例行記者會上蒲頭 今天就由他代表外交部發言 有記者就問到他了 早前你在推特寫的什麼美軍來源論 到底是代表中國政府的立場 還是代表你個人的立場 你發表這番言論背後有什麼目的 背景又是什麼 趙立堅就回應了 在這個源頭問題上 中國政府的立場是一貫的 明確的 這是科學問題 需要聽取多些科學的專業意見 他就強調 在推特上個人帳戶提出的疑問 是對前一段時間 美國有一些政客污名化中國的反應 也反映了中國很多人 對於這些污名化做法的意粉 大意當前 國際社會唯有加強合作 才可以戰而勝之 希望美方和中方一起 按照兩國元首 在3月27日的通話達成重要共識 加強在抗疫等領域的合作 大家就看到 這位戰狼似乎收起了他的本相 開始要配合主旋律 就是鼓吹國際合作 當然這個國際合作 其實就是希望借助這場危機 為中國打造成救世者的形象 然後在新的國際秩序當中 擔起領導地位以取代美國 劇本早就已經寫好了 只不過行不行 魚衣扇盤打不打得響 似乎不是這樣 因為現在有很多國家 都先後出聲隔離中國政府 至於這個源頭的問題 我相信這班外交部的戰狼發言人 在接下來的一段時間 都不會再多著脈 因為繼續和美國在這個問題上糾纏下去 其實對中國都是沒有益處 不如趁勢展開所謂的醫療外交和口罩外交 籠絡多些外國政府 最後就想說一件事 就是關於的士司機從業員總會 他們寫了一封公開信 是被行政長官、保安局局長和警務處處長 內容大曉就是在今年3月開始 很多的士司機突然見到警務人員 嚴厲打擊交通為例 更加在凌晨至清早檢控維柏 他們希望警務處對維柏作著情處理 尤其在晚上對一些未造成阻礙維柏的的士 妄開一面 話在說在前頭 其實有很多的士司機都是黃絲 只不過凡親這些的士什麼會 很多都是以藍絲為主 包括在佔中期間 反送中運動期間也好 都發出過一些聲明是支持警方 嚴正執法 現在你說要網開一面? 如果警察對這些人網開一面 誰對那些年輕的抗爭者 網開一面? 當時你又要嚴正執法? 現在那些市民都說 網民都說要嚴正執法 這些愚蠢 完全就是歡喜嫌人 輸打贏要 當時你說要捍衛法治 現在就對了 怎會網開一面? 這些不是叫做法治 而是叫做法夢 好了 這一節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 拜拜